华翔北为什么越来越火 手机到底有多便宜 哈喽 我是小链 今天准备到市场去找一台全新的国航12promise 256g的 兄弟要求外观全新并且性价比高 于是我就想到了富士康国航支援机 耗热的白色 手中这些呢 就是在各大短视频平台 各种主播带货的富士康支援机 又称bs 机哈 机器呢 整体外观属于准心机的标准 基本上没有磕缝 没有瑕疵哈 充电次数呢 一般都是个位数 上面写着本产品为旧货 此产品不含配件 下面来看一下这台机器的这个机框哈 充电次数只有零次 可以说是一台准心机 为了做一个对比哈 现在再找一台港版的12promise 128g的全新未激活哈 这单机是全新未激活的 价格7k出头 跟这个国航富士康的256g价格基本一致 因为这个老哥呢 他是要送女朋友的 所以呢 我把这个富士康的支援机给他封包了一下啊 送起来这个有里有面 大家可以对比一下这个价格哈 国航的这个12 博麦子256g的 新年要 99500多 然后呢 这个富士康的少了2000多块钱 跟这个港版的128g的 他俩的价格差不多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差价还是挺大的哈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坐这里啊 如果希望的视频记得点赞关注 拜拜